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221集 季云开会把脉 但还是那句话 知识丰富 实践经验少 相比把脉诊断 季云开更擅长医治外伤 至少这个他临床经验丰富 掀开被子 险吊缠在石庆郡主腹部上 被血浸透了的绷带 季云开看到了石庆郡主的伤口 长长的一道 伤口很深 且不知伤石庆郡主的是什么武器 伤口不仅长且深 还被扯开了 血肉外翻不说 腹部里的血肉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难怪庄子上的大夫 能明确地诊断出石庆郡主无法生育 石庆郡主这一道口子 不仅仅是在腹部上滑开了一道 还伤到了子宫 把疏卵管切断了 伤口可以致 不会要命 但确定无法生育了 如果只是疏卵管断了 还能重新接起来 兴许还有一丝可能 可伤到了子宫 石庆郡主这辈子 几乎没有当母亲的可能 比陶安郡主的可能还要小 诸葛大夫 你也看看 金云开不知石庆郡主犯了什么事 才会被萧九湾发配到这个庄子上 但他知道 这人是萧九湾的妹妹 是燕北王府的郡主 所以就算他能确诊 他还是让诸葛大夫来看了一眼 诸葛小大夫的医术 并不比庄子上的老大夫差 老大夫能看出来的 诸葛小大夫自然也能看出来 只一眼 诸葛小大夫就知道 季云开的判断是对的 无法再生育 且伤得很深 伤口要是处理不好 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老大夫虽然为石庆郡主 止血清疮了 但做的还不够 石庆郡主腹内还有伤 这也得清疮上药 嗯 我配合你 还是你配合我 季云开询问诸葛小大夫的意见 他没有见过诸葛小大夫 给人医治外伤 不知他善不擅长 这才有此一问 诸葛小大夫顿了一下 纠结得不知如何开口 这世间许多事都是多做多错 不做不错 给石庆郡主重新包扎伤口 明显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按说他应该硬下 不给王妃添室才是 可是他并不擅长处理外伤 且石庆郡主伤在那样的位置 他也不好下手 季云开一看就知道 诸葛小大夫在纠结什么 直接决定道 我擅长医治外伤 我来 你帮我 他一直都知道 诸葛小大夫是个值得交接的朋友 现在只是更加的确定了这一点 好 诸葛小大夫没有再说话 站在一旁帮寄云开地烈酒 地缝合用的针线 曲针 阳长线 金针 柳叶刀 这是天一谷大夫常用的器具 和诸葛小大夫的药门不同 天一谷的大夫更擅长医治外伤 更擅长利用各种器具为病人医治 而不是药草 用金针代替麻醉剂 季云开利落地给石敬郡主清理伤口 青窗 缝合 除了最初有些生疏外 季云开的手法可以称得上完美 尤其是为石敬郡主缝合书卵管的时候 诸葛小大夫直接看呆了 这也能缝起来 这么小 这么点 王妃怎么就把他们缝起来了 当然可以 用的是特制的钱 他不会对人体有影响 季云开戴着简易的口罩 解说时不免有些粗声粗气 可却不影响听 那 那处的伤 也要缝起来吗 诸葛小大夫指的是石敬郡主 此宫上的伤 能 但是没必要 主要是太麻烦了 书卵管他能稍稍扯出一点 缝合好在塞回去 子宫却不行 哦 那就好 要是全部用缝的 还要大夫干嘛 直接用裁缝就好了 为石敬郡主缝合了书卵管后 季云开再次给石敬郡主的伤口做青窗 然后缝合腹部上的伤 石敬郡主腹部上的口子太大了 不缝合起来 没有一两个月都长不愈合 且随时都会有崩开的可能 而要缝合的话 至少要缝上百针 到时候石敬郡主的腹部会留下一道很丑的伤口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接下来季云开真的就如同裁缝一般 一路穿针引线 给石敬郡主缝合伤口 不过他用的不是先前的细线 而是略粗一些的线 针也稍粗一些 尖锐地挣扎过皮肉 线穿过肉孔 用力拉扯 将张开的伤口拉紧 将两侧的皮肉扯到一块 这是一个力气活 不多时季云开就累得满头大汗 不需要季云开提醒 诸葛小大夫就拿出干净的帕子 为他擦汗 可是季云开额头上的汗水越擦越多 且脸色隐隐有些发白 王妃 你还好吧 诸葛小大夫担心地问了一句 他觉得和石敬郡主相比 王妃更需要大夫 有些累 确实很累 外科是个力气活 她的身体弱 石敬郡主的伤口又张得太大 要把伤口拉紧得费很大的劲 刚开始还好 时间一久 她就有些撑不住了 外科 不是娇弱的少女能干得下来的 真是需要力气的 尤其是动手术 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没点体力还真是做不到 要不我来 诸葛小大夫试探地问了一句 缝合并不是什么技巧性太强的活 西云开也没有避着他 甚至还给他讲了不少技巧 看了这么久 诸葛小大夫早就看会了 好 西云开略意迟疑就同意了 让小大夫试试也好 有他在旁边看着出不了事 王妃 这样不好吧 诸葛大夫似乎并不会 王爷要知道了 定会不高兴的 石井郡主的侍女站在一旁 看几云开缝到一半 就把郡主丢给诸葛小大夫 不由地皱眉 王妃这也太不负责任了 怎么可以一到一半 就把病人丢下 而且他们郡主是普通病人吗 王妃这么做 就不怕王爷不满吗 姬云开听吧 冷笑 那你来 拿萧九安压他 石井郡主的侍女胆子 真不是一般的 侍女脸一白 怯怯地解释道 奴婢哪里会 奴婢只是担心郡主 还请王妃你看在王爷的面子上 救人救到底 我们郡主总归是女子 让诸葛大夫一个男人动手 终归不好 哪里不好喽 一道低沉冷冽的男生 从门外传来 紧接着就听到 砰的一声响 一身血红暗衣的萧九安 逆着光 走了进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